中間有四個學生 禮拜六、禮拜天都需要去打工 有割冰藍的 有要出車的當打工 有要去餐廳打工的 還有離離紮的 這些事情就要一一去跟他們家有報照 然後取了他們家長的主意 家長語言則上都同意了 我就很高興的準備發訊息給他們說 你們的爸爸媽媽都同意 結果昨天晚上有一個家長打電話 老師不行耶 我孩子禮拜六要給我出車 他說 我說吃個飯也很難得耶 喔沒有辦法了 對不起啦 我們今天從彼弄開始講 請各位先翻到二之四的第四十八頁的地方 我們先來談本跟他的野生物 我們今天講的分 就是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藥廠的沸水裡面 是非常難去處理的一種 因為這種不管是用厭氧細菌或耗氧細菌 都沒有辦法把它分解掉 我們曾經嘗試用臭氧去處理 臭氧是可以把它處理掉 但是臭氧的費用太高 所以沒有一個藥廠 願意用這個東西 分具有非常非常強的一個腐蝕性 所以當我們在實驗室 我們話語系做實驗 最討厭的就是帶血套 因為帶乳膠血套 很不舒服 然後也不方便 所以我們幾乎是不帶血套 但是不小心被這個分子要低到一 把上整個皮膚會變成白色 然後那個白色是一個禮拜才會退化 比如說那一邊皮膚怎麼要脫掉 好 什麼容易碰到你的皮膚會變黑色 這常識 嚇死 嚇死 嚇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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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缺这两个 玩基本比较简单 好比说甲本、乙本、乙丙本、丙本等等 只要是甲基、乙基、丙基、乙丙基这些东西跟本结合以后就可以直接命名了 但是西类跟缺类 请各位看上面那一排的地 从左边算过来的第四本 他说以西本,请你把它画掉 那个应该的命名是本以西 是本以西,而不是以西本 这是本以西 下面有 那既然有本以西 就有本以缺 所以这命名的方式跟完基本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点 各位了解就好 另外上面那一块图的最右边有一个安本 请你把它画掉 应该是下面的那个本安 因为应该是下面那个中间那个本安 不是安本 这一块图的 请你把它画掉 好,请你翻回来到分类的这个东西 分类它有一点点的酸性 但是这个酸性不能使蓝色的实蕾式子变成红色 也就是说它酸性已经二之五的第九页 二之五的第九页 所以说分类它即使说它因为共振的原因 而造成有一点点的酸性 但是这种酸性 连石蕾式子都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反应 好,本分那个下面俗称石碳酸 最重要的它是制造R-10P0的一个原料 制造R-10P0的一个原料 所以在R-10P0后面会有结构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 另外是做电幕 所谓电幕这个东西 你们在玩电子设备的时候 有很多绝缘体 那些都是电幕 电幕 然后电幕在我们生活上有很多塑胶类的质品 就是要需要外热 或者是说像最早最早以前的烟灰杠 那最简单的直接拿电幕总像用高压热 压出来就是那个形状 压出来就是那个形状 也就是说我们把电幕弄成一个隐性的形状 然后去加工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当作一个炮弹的隐性来使用 这种这种隐性都是用在 莫及炮的炮弹上面 这是我们在军事工业上面的一个运用 有关于分的命名这边有一点点的需要提醒各位 原则上因为它有清机的存在 所以如果说有其他的完机存在的时候 是以分这个名字为主 但是如果这边是酸 也就是说是缩鸡的话 因为缩鸡会大于清鸡 所以这边就有缩鸡为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以为准的呢 就是拳鸡 拳鸡跟缩鸡这两个状况 都会比清鸡要大 它的状况都会比清鸡强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有缩鸡跟拳鸡的 是以缩拳 就是酸跟拳 这个来命名 然后清鸡变成一个取代鸡 这是命名上的一个重点 这样的重点 也只有这两个是例外 所以你把这两个把它记起来以后 原则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好 我们下面讲到一类的东西 各位一定看过电影 人家马上快手怕 然后呢 这样子 往鼻子上一蒙 然后人就失去知觉 在实际生活里面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蒙下去 那个人两分钟之内 还是完全心情 但是电影不能演两分钟 所以说 一蒙就马上要晕吧 弥类最主要的是 弹跟弹中间有一个养的一个居在 这样的结构 我们把它称为弥 这是低的 那这种东西跟 跟醇类 它是互为结构一构物 如果说碳的树木相同的时候 碳的树木相同的时候 它的泥跟醇 这两个是结构一构物 那泥的融费点 会远远的低于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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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醇类这边 会有一个OH 也就是说 因为分子间的轻变 因为分子间的轻变 使得它的醇类的融费点 会大于同碳素的弥类 这一个 各位能够稍微理解就可以了 我们再 各位看那个 二乙迷 二乙迷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都称为乙迷了 以前这个东西 我们称为乙迷 但是现在不叫做乙迷 叫做甲基迷 或叫做二甲基迷 现在的乙迷 是这个 叫做二乙迷 是这个 叫做二乙迷 惟 這邊已經講了二乙尼的熔點、肺點、乙丁純要低 就是因為分子間的氫健產生的問題 在我們實際的運用上面 乙尼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 就是萃取的 如果說有一個東西有一個有機物 它是在水裡面 我們需要把它萃取出來的話 通常我們是用乙尼去萃取 這個下面是水下 這個上面 我們就用乙尼 來做萃取 這樣 可以把水向裡面的有機物 萃取到有機向裡面去 因為乙尼跟水 它不會誤容 然後全部萃取到 這個 有機向裡面去 以後 我們把下面的水向放掉 單獨流有機向 然後用減壓蒸流的方式 然後用減壓蒸流的方式 第一個 如果說我們 那個東西廢點比較高的話 我們用減壓蒸流的方式 讓乙尼先走掉 然後把剩下來的東西 就可以做一個濃縮 另外 我們可以用減壓蒸流的方式 單獨的把某一個成分 從有機向裡面把它拿出來 這些都是在有機實驗裡面 所要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 迷味這個東西 最主要就是 會有一個麻醉的一個效果 請各位翻到第十二頁 范蜜酒 下個禮拜三 誰要報告 好 每個人都有一題 所以說你找選的話就 就找OK 有沒有要報告 沒有的話就抽籤 快點快點 抽啊 那我翻第九 好啊你看第九 OK 下面要講到一個 非常 在有機化學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 玄 因為他跟同 同類 有時候是分不開的 東西 幫他這個碳機 幫他這個碳機 幫他這個碳機上面 接了一個 清的石墨 這個碳機 接了一個清的石墨 這個石墨 我們稱它為 全 L 比卡 如果這個碳機上面 碳機上面 的碳 他接的是一個碳的石墨 我們這個時候 稱它為 銅 都比透 所以 全跟銅 原則上 它是一個 屬於結構 液構物的 一種狀況 但是兩個 東西的 它的一個 畫性 會有相當大的一個差異 我們下面慢慢來講 請各位看第十三頁的 性質的B 請你注意 第1個 全跟同 都沒有 清見 所以 它比分子量相近的 純要低 也就是說 純會有清見 全跟同是 極性分子 所以 它的廢點 高於 對 對應的 氫類 與泥類 這個 氫類與泥類 這兩個東西 是非極性的 結構 全跟銅 是一個極性的分子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它的廢點會 比 心類 泥類要高 有關於 甲醛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 對甲醛的認知是什麼 你聽到甲醛 聽到最多是什麼 嗯 油漆 對 油漆為什麼會有甲醛 不曉得 沒問題 有一代問題 呃 一般高中很喜歡烤浮馬鈴 所以說 你只要知道浮馬鈴是甲醛的水溶液就好 至於說它的百分比 百分之三十七或百分之三十一或百分之三四 anyway 那個 那個不重要 就是甲醛跟水的 甲醛的水溶液 稱為 浮馬鈴 就這樣 然後 他們所解剖的對象叫做大體老師 然後 這些大體老師 都是 在人 呃 走完一生以後 他們把他們的身體 捐給 這樣的 軍領醫院 或者是說 醫學院 然後 這樣的一個 呃 身體 要放在浮馬鈴裡面 泡 兩年 不是馬上沒用 要泡兩年 然後 兩年以後 他才能夠被取出來當作大體老師 然後 呃 大體老師 在學生 這個做大體解剖的時候呢 呃 最後 學生還得 非常非常規矩 把所有的東西全部 放回去 還原 然後把它捧好 好 當他完成這樣的一個 動作以後 這樣的大體老師 才會 這個 呃 去 火化 然後最後 他的 骨灰才會關給家屬 所以這是骨馬鈴的東西 好 剛剛赤鐵講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油漆 所以我們的家具 或我們裝潢 很多時候 我們很在意的就是 有沒有甲醛的產生 對不對 因為 大家都說甲醛對身體有關 OK 那 現在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們 這一點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當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 鹽料 或是說油漆 或者是說 塗料 的時候 我們都不希望被檢驗出 它含有甲醛 但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空氣中間 本身就含有甲醛 這個東西 所以 當我們在整個製造過程中間 這個甲醛 會跑到我們的 融機裡面去 不管是水融機也好 或是有機融機也好 這個時候 就會被 驗出來說 你這個 塗料 顏料 油漆 等等 它是含有 甲醛 這個東西 所以為了避免 這樣的狀況 我們在做一般的 油漆 顏料 塗料 的時候 我們會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空氣被體質的問題 這個東西 很難避免 因為我深受其害 因為我做了半年的 衣服上面的一些 呃 好 給我看 給我看 它這些字 看到沒有 它這些字怎麼上去 那些字 那些字跟那些圖案 是 原則上是一個 焦和劑 加上 顏料 這種顏料 這種顏料 就可能是白色的 是黑色的 是任何其他顏色的 對不對 然後 全部弄好以後 利用網板印刷的方式 把它這樣一刮 然後就連在 衣服上面 所以 呃 當你出去買這樣的一個 T恤 或者是說 衣服的時候 呃 你會做什麼樣的 你會做什麼 會不會 你會不會 在乎它的連跟不連 會不會 啊 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在乎它 可不可以伸縮 會不會 這一些 就是絕力 這一件衣服 它貴 或 不貴 好比說 你那個字 一拉 先把一拉 全斷光 跟著那衣服 這樣一拉 變成一結一結一結的 你會不會 不會 就是不可聲說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你一拉 又又回來了 衣服回來了 那個 上面印的字也回來了 好 另外呢 衣服上印的字以後 像你們的球衣 尤其是球衣 呃 有些球衣是用袖 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球衣是用 刷上去 那刷上去的話 你就會 去考慮它 刷子轉還是硬 對不對 然後連跟不連呢 因為你要去洗衣服的時候呢 你把它丟到洗衣機裡面去 不管是混乎的也好 那種 賺了也好 然後 然後洗完以後 怎麼樣 連在一起 那到時候你處理起來就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呢 都是 在考慮到他的價格的時候 然後 該考慮 尤其是兩位公子 你們去買這種衣服的時候 比較多 我不知道自己 買這種衣服的機率 比較多 所以當你們去買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 這一個價格是不是合理的問題 如果說它又連又硬 這很可愛 連 就一定短 不連 就一定硬 然後 連 就可以伸縮 說不連 就 幾乎不能伸縮 這個中間就 一分為二 所以你絕對不要去說 我又要硬 又 我又要軟 又要不連 又要可以伸縮 這三件事情 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 但是如果說有一個 印花圖案 它很軟 但是呢 它又不連 它又不可以伸縮的話 這個價格絕對很高 因為它用的材料 非常非常好 了解這意思嗎 好 所以說你看到一個衣服 你就要先拉拉看 第一個 它可不可以伸縮 拉斷就可能放一邊 第二個呢 你把這兩個字 這樣子 弄在一起 然後 在一個硬的地方 這樣 一壓 然後 壓完以後 這樣輕輕撕 看看 容易不容易把它撕開 有一些連的 這樣子一壓以後 都不是靜電的聲音 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手去摸摸看 它到底是 觸感怎麼樣 觸感怎麼樣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考慮說這個價格 都和你說 哎呀 我不知道這個價格 那沒關係 你挑幾種東西 在那個價格上面 就可以比出來 那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裡面 不管任何的顏色 不管任何的顏色 都可能含有 甲醛這個東西 這就是因為我們空氣裡面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甲醛 但如果說 我們在製成中間 就已經把甲醛加進去的話 那個值是相當相當高的 所以 不管是新車也好 新裝潢的家具也好 你買的新家具也好 或者是說你剛剛 粉刷黃的房間也好 這個時候 都需要比較通風一點 這個時候 芳香醛這個東西 請各位參考 這些東西都是 有本環的一些 醛類 他們有各式的一個味道 的存在 好 下面講到銅類 請各位看下面的那個 分子 真子式 蟑螂 這個東西 其實它只是 是一個 環 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碳的環 然後 是一個雙 雙環類的東西 但是呢 下面有一個 這個 吸雞這個東西 出現 有一個碳雞這個東西 出現 然後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這種東西叫做 髒老 各位 各位現在 大概已經 大概已經很難碰到 這個髒老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碰的東西 都是 那個叫 蟑螂 這叫 拉薩利 這叫拉薩利 這是我們 在做 柳基實驗最基本的路能 就是做這個的燃燒熱 這個 這個東西 有髒老的 氣味 但是跟髒老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 這個東西 只能說 在某一些 狀況裡面 說 撤除 放了這個東西以後 使它有那個氣味 但是 這種東西 絕對 不防仇 以前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就看那個 小強在那個 張老文上面 爬過來 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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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事情都沒有 都氣了 氣了 但如果說是 張老的話 原則上 從事絕對不敢 不敢靠近 我們在 實驗室裡面 最常用的 就是 乙童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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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水 有非常好的 不容性 然後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當我們 一個容器 洗乾淨以後 我們 我們會用 我們會用 筆銅 再做一次處理 也就是說 倒一點點筆銅進去 然後 因為筆銅非常容易揮發 他這個時候 他可以把水 就一起帶走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的容器 裡面 就幾乎沒有任何的一個水分的存在 等我們這樣處理完以後 我們才會把它放到烘箱裡面去 去烘 所以 丙銅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容器 在我們 食物上面 也時常會用丙銅去 溶解一些 好比說 消化纖維 消化纖維這個東西 對於丙銅來講 非常非常容易溶解 然後溶解以後呢 這種 消化纖維的丙銅容易 就可以當作一種 膠合劑來使用 而且這膠合劑 因為消化 還有消化纖維的 這個 情形 所以 這種膠合劑本身就非常非常容易 引燃 這是我們的食物上面 所使用的 好請各位翻到第16頁 謝謝 練習題的第2 有兩個 名詞 一個是 北凜事記 一個是 多倫事記 陳佑豹 我勸你最好這樣做 好不好 好 好 教壞 有一個教壞 教壞 搞不好 我勸你最好這樣做 因為那個計算算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那個計算算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要上網查 為什麼要查這兩個試劑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兩個試劑 跟我們 有機化學都有關係 這是有機化學上面要用的東西 這個跟無機化學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我們下面 講有機酸的東西 那這種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縮基的存在 它有一個縮基的存在 各位看這個縮酸的分類 它有1元酸 2元 2元酸 跟3元酸 但是它沒有1級酸 2級酸 3級酸 所以說它會有3個縮基 2個縮基 跟1個縮基 在這種狀況下面 有幾個東西 我們 可以 可以比較注意的 請各位看下面那個 那個圖 那個表 乙酸就是 醋酸 然後 甲酸呢 甲酸 甲酸就是乙酸 乙酸就是醋酸 這個道口已經聽過了 甲酸就是馬鈴乳酸 甲酸 然後呢 乙酸就是醋酸 因為它在醋裡面 然後這邊提到的一個草酸 然後這邊提到的一個草酸 麻煩就是說 你應該把它看作有機物呢 或者是說無機物的狀況 所以 л. 義酸 甲酸 炸 refined 甲酸 炸 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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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脱了 你哪里 哪里 搭一路 很好看 我们小时候在乡下 真是家里穷到一种神父 就是我们出去远逐的时候 凉水空空 每个水壶都没有用 可能那时候山水很多也化你水多 然后嘴巴实在咸的目标 就拔了榨干草食 这就是草酸 草酸 钙是我们结石的主要人体里面 产生结石的主要成分 草酸在哪一个菜里面最多 菠菜在哪里 草酸 根 这个红色 红色那一部分 在菠菜根里面 它的草酸含量是最高 所以 就不太适宜用菠菜去做青菜豆腐的东西 你会对我的意思吗 因为 豆腐里面有盖 对不对 为什么豆腐里面有盖 嗯 豆子 豆子 豆腐里面为什么会有盖 石膏 就是豆浆 你就是豆浆里面加石膏 那石膏是什么 油砖盖 对不对 除非你是做鹹豆腐 鹹豆腐是工必加石刀 你直接加胺豆腐 這是什麼 爐水是什麼 就是鹽水 其實就是鹽水 各位喝過鹹豆漿吧 鹹豆漿加不加石刀 不加嘛 所以說他加什麼 醬油和大葡菜 這些比較鹹的東西 加進去以後 把豆漿放進去 它就會有點凝固的狀況 這就是鹹豆漿的一個作法 通常來講 豆漿裡面會用石膏去做 但是有很多地方 是用鹽水去做 所以如果說是加石膏的話 它裡面就會有 鈣的成分存在 然後再加了草酸 它就會在身體裡面 形成草酸幹 然後這種東西 在你身體裡面 就會形成成電 就會變成結石 所以說 這種結石通常在 泥料性濃度 比較會有這樣的結石 我們以前在做軍用煙火器的時候 用了很多草酸鹽 然後比如說草酸鈉 草酸絲 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 原則上都是 價格比較高 但是它效果會比較好 好 請各位翻到第18頁 縮酸是含氧的有機酸 在A這邊 差不多有一個共振結構 這一點請各位能夠注意就好了 下B裡面有兩個名詞 一個是吸電子的集團 一個是給電子的集團 請字節報告 有關於D的部分 請各位特別注意 那個附圖 那個是分子間的清建 所以在這個酸的部分 它會有非常高的肺點 所以這種狀況是因為說 有分子間的清建 它形成所謂特具體的結構 這個在酸裡面是一個 特別特殊的一個現象 既然是特殊的一個現象 就需要各位能夠花點精神 把它記下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姐幫我拍一下 是很棒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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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